好了,最後一個,不要計算她的小金虎,即是不要計算她的私人財產 男人沒有這個私人財產,什麼叫男人,是不是? 我非常之同意 你當然同意啦 女人沒有私人財產,沒有叫女人 這個不是私人財產的問題 而是當我每次出門,我都要問我老婆拿錢的時候 這種人生算什麼 即是像我爸爸那樣,我想去買煙,可不可以給你20元? 那我沒有省紙就OK,給你20元來買煙 有幾個私人財產,但有幾個好了 幾個零,我也知道 那也不要說有很多私人財產去滾那些 即是你賣平日常生活就不夠你滾那隻私人財產 但你怎麼看,譬如我一個男人,我連我自己 譬如有小朋友借錢,不要說借一萬幾千 你一千幾百,你都沒有,我都要問老婆拿的 他很收家的 那這個我同意,男人要面子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是信不信大家 那不如問一下,你們想 你們的份量有多少用來做share comment 有多少用來做私人財產 我覺得其實呢 八成拿出來家用,兩成留給你私人 咦,我還是想到差不多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八二也差不多 七三OK,我想吃飯 所以偶爾不喜歡吃魚餐 不是,八二就夠了 其實我覺得 你賺得多,八二就夠了 你賺得少,就要出三 師傅,你賺多少 我還是想吃魚餐 最重要是這個 你記住,吃魚餐是兩個一起吃的 那那裡算是八的 那那裡就share 有道理,有道理 我現在想滾的 我買人借錢 我都會去滾 滾什麼 魚片粥 無論如何 大家明白我 我對比 我帶子又沒有 散枝又沒有 乘車錢又沒有 什麼錢都沒有 我經常買人借 你知不知道 總結一句 女人經常都說 男人有錢就會生癢 所以很多女人 未到六十歲之前 都不要給男人吃飽 小姐 沒有錢也不代表不生癢 是 癢完才算 無論男女也好 我都覺得應該是一個尊重 以尊重為基礎 很多時候 都可以解決 諒解人 千咒 這些老新常談 上一代已經經常這樣說 這些都行為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們就是有些很多人不聽 現在美國離婚率有50% 現在全球的離婚率都很高 但是 忠言之一句 就 大家自己配合 你讓我讓你 今次他讓你 公平 我覺得 你結婚這件事 只是半推半就 只是 讓你逼一逼 然後結婚 推完上床 就要去結婚嗎 都可以 完全沒問題 好 我現在推你完場 你是否願意完場 完 再見 各位觀眾 如果有什麼想去給我們的話 有意見就來 info at 9x24.com 而 有什麼想來聽 就 forum.9x24.com